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2311集 是小善 小善的书在这里 人又在哪里 康伟把书皮都抓皱了 少光荣对着其他人打了手势 在这附近仔细找找 他们手上都拿着枪 不过算上飞行员也只有四个人 飞机一歇火 吓跑的狼群又慢慢靠拢 少光荣紧张得手心都是汗 周成要是在这里就好了 枪法好 指哪打哪 这些狼不足为患 换了他和康子 再加上飞行员和另一个救援队的同志 就得小心警惕狼群 在夜晚 绿油油的狼眼 像幽冥鬼火在四周游荡 试探性靠近 怪甚人的 康子 动作快点 少光荣咽了口唾沫 是男人就不该怂 这不是他心里想怂 是生理上自然的反应 康伟把书塞到怀里 四个人背靠着 拿枪慢慢搜过这附近 狼群一直远远在嘶吼 可这附近什么都没有 少光荣茫然了 难道 书不是善于军的 或者是善于军落在这里的 人却不在这里 康子 康伟提着枪 又走回了最开始发现书的地缝边上 这里有什么声音 戈壁上只有呼呼的风声 哪有什么声音 完了 康子都产生幻听了 康伟趴在了地上 救援队的也趴在了地上 过一会儿站起来 不太确定 好像是有点声音 康伟沿着地缝走 回到原地 指着一个大石头 我们把它搬开 这石头 有康伟胸口那么高 好几百斤重 四个人一边推石头 一边还要警惕狼群 甚是辛苦 还一二三 大家一起用力 一 二 三 终于 大石头被推开了 露出一个缺口 少光荣往前一轻 一只脚差点掉下去 被救援队的眼疾手快拉住 一股阳骚味直冲鼻子 少光荣差点就当场吐出来 康伟却浑忽然不觉 趴在缺口边上 打着电筒往下照 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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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在下面 没有山鱼君的声音 戈壁夜晚 呼呼的风声 把灭灭的声音 往地面送 康伟大喜 人肯定在下面 我下去 少光荣拽住他 灭灭叫的是羊 下面有羊 行队长说了 小山失踪的时候 两个学生赶着羊 找到了羊 就能找到小山了 戈壁上 也生活着野羊的 可能是哪只倒霉的羊 掉到了裂缝里 又被石头封住了出路 好吧 哪有那么巧的事 有羊在下面就算了 还有一本书呢 少光荣也觉得 山鱼君可能在下面 为什么不回应 没受伤都饿了六天 再加上这么恶劣的低温天气 人多半是昏迷了 希望是昏迷吧 康伟的电筒到处晃 终于找到了一个 合适的角度 精神大振 有人在下面 的确是有人在下面 可惜这缺口 不是直上直下 弯弯曲曲的 只能看见两只脚 放心好弹吧 找个小鸽子下去救人 大家虽然带了救援工具 比量了一下缺口 怕下去时被卡住 不要人没救上来 反而又搭进去 一个救援的 康伟点头 他趴在地上 不肯起来 嘴里叫着小扇 希望能得到回应 可惜回应他的 只有羊捏捏的叫声 信号弹一放 很快又有 两架直升机飞过来 终于来了个小个子 绑在绳索上 被慢慢放下去 康伟此刻的心情 难以用语言形容 期盼紧张和害怕 交织在一起 他只想听到好消息 人在心里 人在心里 三个人都在下 山老师 两个小小都在下 你还能两只天啊 还活着 他们也活着 人会迷了 康伟精神一松 他不知道自己 已经哭了 眼泪流下来 又被风吹干 隔壁的风向 小刀子割他的脸 可他真高兴呀 小山还活着 还活着 康伟的脚一软 身体也要往后倒 少光荣扶着他 康伟 是好事 是啊 是好事 他就是太累了 情绪起伏太大 才站不稳 自己还得再撑撑 等着小山平安脱困 才能倒 康伟不知道从哪 又涌出一股劲 下去的救援人员 先把高家两个孩子 系在绳子上 慢慢往上拖 最后才是善于君 一点都没有康伟 在华清大学里 出狱的样子了 满身尘土很狼狈 身上还沾了干涸的血 康伟的心揪着 这是哪里受了伤 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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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 你别害怕 康伟觉得自己可能眼花了 担架上善于君的眼睛 好像睁开了一条缝 在看他 善于君被抬到了担架上 康伟一直抓着他的手不放 也跟着上了飞机 后面来的两架直升飞机 配有医护人员 善于君三人都还有生命体征 但情况也不容乐观 请再处理一下 要往医院里送 康伟点头 我一起去 飞机轰隆隆上天了 邵光荣没挤上去医院的飞机 站在地上骂了声重色轻柔 脸上其实是有笑容 真好啊 人还活着 邵光荣扭头 对刑队长说道 人就走了 我们是不是得把这群狼清理一下 来了这么多人 狼群都被吓跑了 刑队长点头 你们说狼群围着石头不走 狼的鼻子比人灵敏 他们是被血腥味给吸引着 这群狼饿疯了 他们袭击人必须被除掉 狼没吃的可怜不 可怜 可刑队长和邵光荣 都不是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 他们不会可怜狼 只会可怜被狼袭击的人 要吃人的狼不趁机除掉 等谁落单了 又是下一个善御军 善御军三人被救出后 下面的两只羊也被拽上了 一只摔断了腿 一只没怎么受伤 三个人两只羊 都摔进一个窟窿里 不可能缺口那么小 刑队长猜测 应该是善老师他们主动下去的 为了躲避狼群 戈壁上到处都光秃秃的 这地方才能让善老师三人藏身 石头怎么盖在缺口上就不知道了 得等善御军三人清醒了 才能问到细节 刑队长拍拍两只羊 多亏了他们 善老师他们才没有被冻死 可不是吗 救援队员下去的时候 两只羊就趴在善御军三人身边 两羊三人挤在一起 抵御着寒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